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一个婴儿车和大家画画家常 走啊 回家咯 这是林心如小时候的梦想 她觉得人生就应该这么简单 平平淡淡 可17岁那年 被星探挖掘去拍广告 她只身踏入娱乐圈 这注定了往后的人生不会再频繁 1998年 轰动了一个时代的环珠格格 造就了两个格格 活扑小燕子 温婉夏紫薇 这也让林心如和赵薇随着角色走到了观众眼前 一部成功的剧作 半岁而来的就是对演员的框定 他们面临着演谁都是小燕子夏紫薇的困境 不同于赵薇的聪明机制 会选戏会选角 让自己脱离小燕子标签 林心如则实现在紫薇光环下 不管是陆如萍还是顾曼珍 永远一派温柔善良 此后今年 除了紫薇 她最出名的是和周杰的唇枪舌剑 当年 环珠格格热播 林心如登上台湾热门综艺 康熙来了 被两位主持人引导着爆料书 尔康伸舌头强吻一事后 她无力不救 大家可能只是太投入 可是已经晚了 各大媒体抓住这一新闻当爆点 断章取义后做出各个角度的解读 直到尔康本人忍无可忍亲自回应 将这件事的热度推至最高点 林心如也再次被波及 随后 又有网友扒出 林心如早年在另一档台湾综艺里 扎赵薇小人 这一爆料无疑是想把林心如定在 道德败坏的耻辱柱上 毕竟 紫薇和小燕子在镜头前 关系亲密 人尽皆知 镜头后 紫薇却在扎小人 诅咒小燕子 简直令人大跌眼镜 虽然当时的节目制片人 和赵薇公司都出面澄清 是专门设计的游戏环节 可大家只愿相信自己想相信的 一场网络狂欢忽然开始 又悄然结束 只留下沉默的当事人无言以对 林心如关闭了微博评论 从日常生活大小事 接分享到 只剩聊聊数语的宣传 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既然不能决定别人说什么 那么就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2005年的时候 林心如突然觉得找不到工作的乐趣了 感觉演员就是在例行公事 很多角色我一看就知道 怎么演观众会喜欢 导演会满意 哪一颗掉眼泪能博取同情 但是我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机器人 再难找到创作的欲望 就这么蹉跎到33岁 转型的机会终于来了 出于做演员太被动 不想总是被选择考虑 林心如决定转型当制作人 开工作室出品影视剧 女侠人的即视感似乎扑面而来了 可在和深爱影视剧市场套路的余政 合作了美人心计后 她制作的第一部电视剧 就是自己主演的《青世黄飞》 她又走回到了从前的《玛丽苏路线》 美丽纯善的落难公主 人人都爱她 出品的第二部剧 姐姐立正向前走 林心如在里面 又是被汪东成和林耕心 两位小鲜肉接连狂追 她把自己承认的严控 充分体现在作品里 一堆帅哥围绕着她 同时自己也乐在其中 其后又是多部姐弟恋 又是少女殷丽华 林心如转型制作人的目的 不免让人认为 或许她就是为了 不论年龄多大 都能在偶像剧里 出演人见人爱的女主角而转型 如今43岁的她 在亲爱的客栈里也坦言 如果有一天 让我去演女主角的妈妈 那我就不会演戏了 这句话一出口 飞翼分支踏来 演员的基本准则 就是什么都能演 林心如在当妈的年纪 居然不想演妈 实在是没有演员素养 虽然能理解 她作为女人不想老的心理 但好的演员 如果不能突破这道心理观 估计很难再出经典角色了 不过林心如要丢下少女人设 确实很难 毕竟她的浪漫早已深入骨髓 1976年 林心如出生在台北的一个小康之家 爸爸是个生意人 妈妈是全职主妇 虽然很小 爸妈就离婚了 她跟着外公外婆长大 但幸运的是 父母给她的爱并没有减少 父亲交往的每一任女朋友 都会带给林心如认识 一起吃饭 后来 父母在分开多年后 重新复合 林心如则是他们的证婚人 尽管父母到现在 也还是会吵架 但这似乎已经成了 他们之间特有的表达爱的方式 受此影响 林心如对她爱情 同样充满了浪漫理想主义 她的择偶标准 只有一条 一定要帅 她早年见的偶像是木村拓栽 得知偶像结婚 林心如皱眉 他们早晚会离婚 记者问她 如果有机会 可以跟木村拓栽在一起 是否愿意当小三 为了偶像丢掉三观的她 主动表示 我OK啊 如同歌里唱的那样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其实 林心如只是因为不缺爱 所以才敢如此大胆追爱 多段恋情 她都坦然以对 她在上学期间 很受男同学欢迎 收到过很多封情书 那时林心如收到情书的想法 也很幼稚 意图向全世界宣扬 自己获得的爱 想贴到学校布告栏上啊 我觉得很好玩 初恋是在16岁 对象是高中同学 可仅仅与之交往了四五个月 因为两个人实在不够成熟 不懂如何相处 最终宣告分手 1994年 林心如在拍摄校园赶死队时 认识了林志颖 两人因戏称情 后来 他们一起参加抗戏来了 承认了这段恋情 并道出分手的原因是 两人聚少力多 节目里 林心如大大方方从容互动 巧妙掩盖了林志颖的几次尴尬 最后两个人相视一笑 坦然相拥 近视前线 2000年 林心如在拍摄电影《雷霆战警》时 和香港导演唐继理传出绯闻 随后 狗仔多次拍到 两人一起出入的照片 林心如大方默认了这段 相差16岁的恋情 她大我十几岁 但我不太介意年龄 他们走过了青年之痒 所有人都以为 这就是林心如最后的归属了 谁知 2008年七夕那天 两人突然分手 分手的原因 外间多有揣测 流传最多的是 唐继理劈腿林心如的闺蜜 蓝艳 多年以来 沉浸在人人爱我 幻境里的林心如 应该是第一次受到了打击 她甚至 对爱情和婚姻 短暂失去了信心 还自称不婚族 看了太多分分合合 对爱情没安全感 我不想结婚 对我来说 快乐比较重要 现实生活 给了她沉痛的一击 她就在影视作品里 找不回来 这期间 她拍的玛丽索武像剧 出奇的多 或许是这种爱情童话拍多了 林心如心中的爱情童话 也缓缓到来 30岁的林心如和27岁的霍建华 结识于地下铁 那时霍建华还很青涩 林心如比她活泼太多 两人刚开始并不熟念 一场吻戏拍了七个小时 拍完以后 大家都觉得很尴尬 同样来自离异家庭的两个人 用十年的时间 双方事业有成经济独立 能赋予爱情充分的安全感后 他们顺利走到了一起 我不需要你养 也不需要你养我的家人 但如果你能在感情上照顾我 我会觉得很开心 十年志友 蜕变之爱 这是三年前林心如和霍建华 打婚的主题 婚礼现场布置的十分浪漫 俨然一部现实偶像剧 可在网友眼中 这只是林心如一个人的偶像剧 婚礼上的男主角 全程面无表情 与以往男明星打婚时 所表露出的甜蜜感 大相径庭 于是大家开始怀疑 这场婚礼的背后动机 如同多年前 林心如恶意评价偶像婚姻一样 看客们将这份恶意还给了林心如 一时 怀孕逼婚 泡友转正之类的流言四季 尽管林心如想要证明自己的爱情通话 他们携手出席巴杀慈善夜晚会 却被扒出 没有捐款 没做慈善 只是蹭红毯 夫妻俩纷纷陷入争议 霍建华被连累 粉丝自然坐不住了 更甚至直接诅咒两人离婚 面对接二连三的流言蜚语 林心如和霍建华也不再进行回应了 只能以沉默对抗外界的不看好 任何人最后还是要回归自己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让自己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 林心如为自己的理想主义买了单 不愿转型造成事业难有突破 理想中的爱情通话也一直遭人非议 但愿他能早日抛弃玛丽苏光环 走出少女心怪圈 寻找更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